嗨,欢迎来到小飞英语 今天我们来看日常生活中常用的20句英语口语 好,我们先来看第一句 看起来不错 it looks good it looks good 前两个词it和looks 两个词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唯音的t 失去爆破不发声 形成一个小小的停顿 it looks it looks 连起来 it looks good 看起来不错 一切都会好的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everything 表示任何事情 一切 will be fin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everything will be fine 一切都会好的 我们再来看下一句 are you free? 你有空吗? free这个词可以表示免费的 也可以表示有时间有空 当我们想问别人有没有时间 就可以说这句话 are you free? 你有空吗? 我们再来往下看下一句 任何时间都可以 anytime is okay anytime表示任何时间 anytime is okay 我们来看一下这句话的连读规则 anytime和is两个词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尾音m的发音 和后边的原因e连在一起读作 anytime is anytime is anytime is is和ok连在一起 is ok is ok 整句话连起来 anytime is ok 任何时间都可以 我表示怀疑 i doubt it 当我们对一个事情 持怀疑态度的时候 就可以说这句话 i doubt it doubt表示怀疑的意思 我们来看连读规则 doubt和后边的it 连在一起 复原连读 t在两个原音发音中间 在美式发音中 形象于发d d这样的音 所以doubt和it 连在一起 我们可以读成 doubt it doubt it doubt it 连起来 i doubt it 我表示怀疑 来来往下看 我简直不能相信 i can't believe it 如果发生了一个事情 特别出乎我们的意料 我们就可以说 i can't believe it 来看这句话的连读 can't和believe 两个词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尾音的t 是去爆破不发声 读作 can't believe can't believe believe和it 复原连读 believe it believe it 连起来 我简直不能相信 i can't believe it i can't believe it 大家往下看 我情不自禁 i can't help it help本身可以表示 帮忙帮助 放到这句话中 整句话的意思是 我情不自禁 i can't help it can't和help 两个词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尾音的t 失去爆破不发声 can't help can't help 形成一个小小的停顿 help和it 复原连读 help it help it 整句话连起来 i can't help it i can't help it 我情不自禁 大家往下看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i can't stand it anymore 比如说有一件事情 让我们很生气 很难受 再也没有办法忍受了 我们就可以说这句话 i can't stand it anymore stand可以表示战力 在这边表示忍受 我们来看联络规则 can't stand 两个词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为net 失去爆破 不发声 can't stand stand和it 复原连读stand it stand it it和anymore 连在一起 复原连读t在两个原音 发音中间 倾向于发d 这样的音 it anymore 整句话连起来 i can't stand it anymore 我再也无法忍受了 我们再来往下看 我们走吧 Let's go Let's go Let's go 这句话在日常生活中 也是非常常见的 Let's go 我们走吧 下一句话 Let me see 这句话有两个意思 它可以表示 让我看看 也可以表示 让我想一想 see表示看见 也可以表示想的意思 Let me see 来看联络规则 let和me 两个词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为net 失去爆破 不发声 读作 Let me Let me Let me see Let me see 让我想一想 或者是让我看一看 下一句 过得愉快 Have a nice day 这句话在日常生活中的出现频率非常高 比如说早起要去上班了 上学了 就可以对家人说 Have a nice day 过得愉快 have和er 两个词连在一起 复原连读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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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nice day 再来往下看 旅途愉快 比如说身边的朋友亲人要出行 我们就可以说旅途愉快 Have a good trip Trip 表示旅行的意思 我们来看这句话的连读 Have和er 连在一起读作 Have Have Good 和Trip 两个词连在一起 前一个词尾音的d 失去爆破 不发声 Good trip Good trip 连在一起 Have a good trip 旅途愉快 下一句 万事如意 Wish you all the best 在对别人表达祝福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这句话 Wish you all the best Wish you all the best 这句话前面的Wish 和You 两个词可以连在一起 复原连读 Wish you Wish you You 开头的发音 Y 是一个半原音 当它和复原连在一起的时候 可以连读 Wish you Wish you Wish you all the best 万事如意 好 我们再来往下看 下一句话 Let's wait and see 等等看 也可以翻译为拭目以待 当一件事情还不太明朗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说 Let's wait and see 我们等等看吧 来看这句话的发音规则 Wait和end 两个词连在一起 复原连读 T在两个原音中间 倾向于Fud Wait and Wait and Wait and And和see 两个词在一起 前一个词尾音的d 是去爆破不发声 And see And see 这句话连起来 Let's wait and see Let's wait and see Let's wait and see 等等看 再来往下看 下一句 不关你的事 It's not your business 当我们想说别人多管闲事 不管你的事 就可以说这句话 It's not your business 后边的词 Business 表示生意的意思 这句话连在一起 就是不关你的事 和你没关系 来看连读规则 None和of 两个词 复原连读 None of None of of 和your 复原连读 of your of your 整句话连在一起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It's none of your business 不关你的事 下一句 别理我 Leav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比如说咱们正在生气 我们就可以和别人说 别理我 让我自己待一会儿 就可以说这句话 Leave me alone 来看连读规则 Me和后边的alone 连在一起 中间可以轻轻加一个 Y Y 这样的音 这种连读叫做 加音连读 如果前一个词是以 Y结尾 后边跟着原音的时候 中间可以轻轻加一个 Y 作为过渡 读作 Me alone Me alone Leave me alone 别理我 好 下一句话 恐怕我不行 比如别人让我们干一件事情 我们觉得可能不太行 就可以说 I'm afraid I can't 中间的词 afraid 表示害怕 我们来看这句话的连读 I'm和afraid 复原连读 I'm afraid I'm afraid afraid 和I 同样复原连读 afraid I afraid I 连起来 I'm afraid I can't I'm afraid I can't I'm afraid I can't 恐怕我不行 我们来看下一句 振作起来 我们在想鼓励别人的时候 可以说这句话 Cheer up Cheer up Cheer 和后边的up 可以复原连读 Cheer up Cheer up 振作起来 下一个 你可以的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Do和it 两个词在读的时候 中间可以轻轻加一个我 Do it Do it 这样读起来更顺畅 如果前一个词是以 U结尾 后边的词是以 原因发音开头 中间就可以轻轻加一个我 我 Do it You can do it You can do it 你可以的 下一句 继续努力 Keep on going Keep表示保持的意思 继续向前 继续努力 Keep on going Keep和on 两个词连在一起 复原连读 Keep on Keep on Keep on going 继续努力 好 我们今天的新内容就到这了 如果您喜欢日常英语口语 欢迎点赞关注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next time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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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